这个小帅哥是谁啊 现在看到他的照片不认得 想到他小时候这张照片 就每一个人都回忆的起来了 这个可爱的台湾跟巴西的混血儿 那时候这个小胖啊 吴亦华将近十年前被送回巴西 新闻闹得多大 现在已经成了18岁的小帅哥了 说想念台湾 耶旦节之前要回来 住在高雄协定的叔叔 闪神说十几年来都没有跟吴亦华联络 看到他长大的样子 所有的亲戚现在都热烈讨论 对于十年后呢 也可以重新的相逢 非常的期待 小麦色的皮肤 一双深邃的双眼 这就是长大之后的吴亦华 从轮廓依稀还可以辨认 18岁的模样 跟当初九岁的可爱小资 真的差很大 吴亦华对啊 跟小时候也很像啊 这还比较大 你才轮廓很明显啊 听说八七十七八十公斤嘛 在高雄的叔叔神神家人 看着吴亦华的照片热烈讨论 说亦华真的长大了 台湾混血儿吴亦华 离开台湾将近十年 已经是个18岁的小帅哥 最快下个月就要回台探亲 吴亦华眼睛整他妈妈啦 对啊 眼睛整他妈妈 但是他体系什么都整他爸爸啦 我们这个隔壁的人 很久没看的都会黏他呢 也是希望他落下来 语言不通就笔手画脚 知道吴亦华可能要回来 家人邻居十年前的回忆 一下子涌上心头 九岁时的吴亦华 是个白胖小子 调皮又捣蛋 现在难打十八遍 壮硕又帅气 根据了解 吴亦华也非常想念 照顾他的叔叔婶生 还有一起长大的 堂哥堂弟 教过他的小学老师 也对他念念不忘 很开心啊 因为孩子就长大了 就突然之间就长大好多 听说他现在是 我有看到照片 轩腾一时的台八小子吴亦华 引起全国民众关注 小时候的模样让人心疼 一晃眼十年过去 大家都没忘了他 根据了解 天主教博爱基金会低调筹款 要帮吴亦华返台探亲 最快12月26号就能成行 睽違十年的重逢 让家人亲友无限期盼 记者刘玉清高木柔 SN小组高尚报道